人生如逆旅,我亦是行人,大家好,欢迎收看国学心旅,今天要分享的是,这样对你的人就不要再联系了,别给自己添堵,点个订阅,共同感悟,生命中不是所有遇见的人都能深交来往,诚心相伴,有些人靠近你,是因为你身上有他需要的利益,有些人对你好,是因为对你有所企图,与人交往,一定要看清楚,再去深交, 只有真诚对待你的人,才能用心真诚相处,唯有跟这样的人交往,才能互帮互助,收获真情,判断一个人是不是值得相处,从来也不是什么难事,这样对你的人就真的已经没必要再联系了,不把你当回事的人,在现实生活中,似乎付出与回报从来都不是成正比的,就好像你总是倾囊相助,他却一直一毛不拔, 你常常好言相劝,他却始终冷漠伤人,你满怀欣喜地告诉他你喜欢的一切,他却只是说,然后呢,毫无疑问,对于付出多的那一方而言,这一切都是一种巨大的消耗, 心理学上认为,人际关系的本质,其实是一种心理关系,一个人之所以会对另一个人失去交往的信心,究其根本是因为,在这段关系中,他已经很难感受到心理层面的满足与认同,时间久了,那种心理上的不确定和不对等, 甚至常常会让人陷入焦虑与自我怀疑,在社交中有一个真相,别人之所以不把你当回事,就是因为你太好说话了, 无论别人有什么要求,你都答应,无论别人遇到了什么麻烦,你都会帮忙,久而久之, 你在对方心中就没有任何神秘感和价值了,因为你的价值已经被对方榨干了,在生活中,一个人之所以感觉到痛苦,主要源于两个方面,麻烦太多, 拒绝太少,在《六国论》中,有这样一段话,今日歌舞成,明日歌时成,然后得一席安情, 面对秦国这样虎视眈眈的人,无论你付出了什么,妥协了什么,都无法改变最后被秦国吞并的事实, 在社交中也是同样的道理,跟对方相处,今天你委屈自己,以求对方不要打扰你, 明天你还是委屈自己,付出了更多的代价,希望对方能停止麻烦你, 那么接下来,你只会换来越来越多的麻烦和轻视,在对方心中,他想的是, 你这人太好骗了,你没有原则,你是个老好人,人性的弱点都是,欺软怕硬, 你强势的时候,对方不敢随便欺负你,麻烦你,当你表现得比较好说话, 比较弱势时,对方就把所有脏乱差的活全都交给了你,爱占便宜的人, 任何一段美好的关系,都需要互相付出,对方站在平等的位置上交往, 彼此尊重,互相体谅,才算是真心实意,才能交往的长久, 但是,有些人偏偏心机很重,爱占便宜, 总是喜欢从别人身上捞到好处,占了别人便宜,就沾沾自喜, 无论别人怎么付出,都不会感激, 甚至变本加厉,想要从你这里得到更多,不知好歹, 而且爱占便宜的人,都自以为很精明,总想着算计别人, 总觉得自己最聪明,别人都是傻子, 这种人最大的特点就是,明明他们自己最小气,最吝啬, 却还总觉得别人对不起他们,典型的利己主义者, 与人交往的最佳平衡状态,不就是双方都不吃亏, 感情却日益深厚吗,做人,最大的体面, 就是有人喜欢你的礼尚,也欣喜于你往来, 那些爱占便宜的人,往往心穷,很冷血, 你为他付出再多都无用,换不来他的真心, 趁早收起你的大访和仁慈,保持距离, 是对自己最大的保护,瞧不起你的人, 人生路上,总有一些人打心眼里就瞧不起你, 眼高于顶,目中无人,与你相处, 经常话里话外,都是对你的嫌弃和鄙视,与你来往, 他们并不是真心实意的对待, 而是看你有利用价值,才跟你走近的, 看不起你的人,不会真心希望你好, 表面上很是客套,实则内心不知道有多灰暗, 那些看不起你的人,从来都是发自内心的, 不希望你过得得好的人, 不要去接近瞧不上你的人, 因为在他身上,只能得到冷嘲热讽, 他只会用言语去羞辱你, 消耗你的能量和热情, 让你的身心备受打击,且怀疑人生, 这样的人往往两面三刀, 做事也会不择手段, 不仅心狠,而且也很虚伪, 与他们在一起, 你会越出越累, 不被他人尊重, 你只会被伤害被算计, 最好疏远,别再往来, 一辈子很长,谁也无法预测将来的事情, 人生起起落落, 沉沉浮浮, 谁也没有资格瞧不起谁, 忘恩负义的人, 中国有句老话, 人知有德于我, 不可忘也, 知恩图报, 是做人最基本的教养, 也是处事永远不能丢掉的良心, 人生在世, 总有些时刻看错了人, 给错了真心, 倾其所有帮助别人, 换来的却是恩将仇报, 你永远无法想象, 前一秒笑脸相迎的人, 后一秒会如何与你翻脸, 老死不相往来, 忘恩负义的人, 你尽力帮助他时, 他很少有感恩之心, 觉着不是什么大恩大德, 无所谓感激, 你拒绝他时, 他却格外记仇, 即便是无心之语, 都会铭记在心, 恨你入骨, 但凡有一次你不帮他, 他就会忘记曾经你对他所有的好, 对你怀恨在心, 恨你自私自利, 翻脸不是人, 这样的人, 就是典型的白眼狼, 忘恩负义之徒, 只会记住别人的不好, 把别人的帮助看成是应该, 为这种人付出, 就是白费心血, 帮助他们, 只会多个仇人, 紧要关头, 只会多咬你几口, 多踩你几脚, 行走于人世间, 守好良心的同时, 也别忘了擦亮眼睛, 遇到这种人, 看清楚后, 能离多远离多远, 果断舍弃, 别联系, 毫无分寸感的人, 人际交往中, 有一种人最讨厌, 那就是总喜欢打听别人的私事, 毫无分寸感和边界感的人, 相信你也一定为此困扰过, 似乎觉得彼此关系还不错, 对方也懂得为你着想, 但就是缺少分寸感, 总喜欢刺探你的隐私, 你心里不舒服, 但碍于彼此的关系, 不好意思拒绝, 更不好意思发作, 于是, 对方问什么, 你就答什么, 事后你也会想, 是不是跟对方说得太多, 是不是某件事压根就不必让对方知道, 可是下一次, 你依然被逼着不得不回答各种各样刺探隐私的问题, 为什么有些人如此没有分寸感, 他们就那么喜欢关心别人家的生活吗, 答案是, 他们并不关心别人家的日子过得怎么样, 他们只是想从别人的隐私中获得一种他过得没有我好的安全感, 背后除了坏还有自卑, 尤其在亲戚中, 这种人更多, 我有一个女性朋友, 人长得漂亮, 工作能力特别强, 一个人在大城市打拼, 只有逢年过节才回老家, 然而, 他每次回老家, 总免不了被亲戚们盘问一番, 有人问他, 今年赚了多少钱, 有人问他怎么还单身啊, 还有人问他需不需要帮他介绍男朋友, 后来他才知道, 这些总是拉着他打探隐私的亲戚, 并没有多关心他的生活, 因为他亲耳听到一个亲戚对另一个亲戚说, 赚那么多钱有什么用, 三十多了还不是没人要, 再过两年可别连孩子都生不出来, 后来他便学聪明了, 把父母接到大城市和他一起生活, 这种毫无分寸感的亲戚能不联系就不联系, 随他们在背后怎么说, 总是嘲笑你的人, 有些人总是以开玩笑的名义伤害别人的自尊, 还自以为很幽默, 其实他不是幽默, 他就是纯粹的心眼坏, 我有个同事刚过四十岁, 头发就白了, 这件事一直是他的心病, 每每想起都会觉得特别自卑, 有时候去学校接孩子, 别人还以为他是孩子爷爷, 明眼人都不会在他面前提头发的事, 但是有个女同事动不动就开他的玩笑, 这种赤裸裸的嘲笑, 很明显没安好心, 久而久之, 就没有人愿意跟他走得太近了, 毕竟情商低跟心眼坏是两回事, 拿别人的痛处开玩笑, 就是心眼坏, 一个人对你好不好, 真不真, 从来不是靠嘴说, 真正对你好的人, 时刻为你着想, 愿意陪你患难, 和你一起进步, 帮你解决困难, 如果你身边有人用以上几种方式, 对你说明这个人品行不好, 对你不真, 不值得你浪费时间精力, 果断绝交, 拒绝来往, 今后的日子里, 谁真心, 你就对谁好, 谁假意, 你就把谁抛, 以上就是今天的全部分享, 如果你也喜欢本期内容, 欢迎持续关注, 点赞订阅, 请不吝点赞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